唱哥哥最近的笑容有變少嗎 他本來笑容都很少 他本來笑容都很少 我不知道怎麼回的這一點 他剛剛有展嘛 你知道人設的矛盾 就是跟五堅情表演的時候 或者跟九澤的時候 就會有時候想說 我也想要自己來唱自己的歌 就是 然後自己唱的時候 又想那五堅情跟九澤 像我在台上說的 有種安心感 就是因為我們 太常一起表演了 就是一個眼神 都大家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那一部分對我來說 好像很溫暖 又回味了很多 當初我們第四象先當演唱會的感覺 那你第一次的朋友上台 他的狀態很好耶 那他接你的時候 你有稍微害羞一下嗎 心動的感覺 就是 就我覺得 他真的是一個大哥哥 老實說 這個答案是不是你們想聽 因為最佳男友 為什麼呢 男友力 你們不是CP嗎 對啊 對 但是他在我眼中 也算是一個大哥哥的角色 就是他也比我高 這種感覺你可以接受嗎 有小鳥一人 我願意當他的小鳥 對我願意就是這樣子 靠著這樣子 所以最近他都靠你陪伴的 我們都會互相陪伴的 一直以來 大哥哥最近的笑容有變少嗎 他本來笑容都很少 他本來就是 在臉部表情 本來就沒有太多變化的人 有稍微關心一下 但就 我覺得現在就是 也不想要打擾太多 因為我覺得他們需要一些 私人空間 那你們安慰他說 看看我之前你知道嗎 欸 以前被迴發 是不是那個吧 對 我不知道怎麼回 沒有 祝福大家這樣子啦 最重要是 身體健康平安就好 像九澤今年的作品 會不會偏悲啊 本來就本人的歌 就是以悲歌 讓大家看到的 所以情歌這部分是少不了 然後 但我們也希望 今年的專輯可以有一些 不同的變化 肩膀沒有要曉得我下什麼 其實就 有時候 看了就不美了 你們明白嗎 真的嗎 我們先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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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膚淺喔 我們就是這麼膚淺 我們先看美不美了 好啦好啦來吧 沒有了 就現在就看線條就好 衣服的線條 演唱會還會再辦嘛 就一步一步來嘛 所以 今天外套先脫 下一次就脫帽子 或什麼的 還是要跟陳寧久一起才要脫 欸 要脫大家一起脫吧 可能五肩琴吧 上台前 如果 欸 狀態不錯 看一下鏡子可以 就脫了 所以我剛才有看一下鏡子 嗯 85 所以不要 86